大家好 今天是3月10日 星期三 市场曾经在早市很两例 因为高开482点 到29,255点 但买盘不计 反而沽压开始浸浸来 结果大市一步一步回落 最低见过28,710 倒跌63点 幸好没有追沽压力 市场一直拆拆在框框里走来走去 技术上的处置是等变 事实上整个大市的中期调整 仍然还未完 首先所谓中期调整 不是代表股市会日日裂 而是调整周期性的时间会长一点 我解释给大家听 第一是拉远一点 由去年3月19日的低位21,139 升到今年2月18日的高位31,183 整个浪是升了1044点 由31,183跌到今个月9日的低位28,326点 跌回2857点 如果由这个角度来说 市跌回24% 很正常 再说 由9月25日开始 升到2月18日 都升了23个礼拜 经过23个礼拜上升 市有3到4 甚至乎4到6个星期的整固消化 亦是很正常 每一个中期的所谓的调整 绝对绝对 现在都4个星期或者多一点 不会这么快完 但是 后续的大市是会猜拳 慢慢等机会 直至恒指慢慢收复 12、15天线 漸漸摆脱了逐步沉底的形态 可以说那一分钟 是有机会摆脱了 所谓中期调整的势 现在这分钟当然未行 况且移动线方面 仍然还是很反复 包括恒指10天已经一早跌穿20天线 可能在明天10天都会跌穿50天线 再亮起一个死亡交叉 但这带来的撞击力不会大得很紧要 因为市场不敢跟大家说 已经见了调整的低位 但即使稍微再向下走 预计的跌幅都不会太多 你只是看昨天的走势已经知道 的确有资金在维稳 举例如腾讯 有一个订浪 订到613元 接着买盘一涌就涌上660多元 说的是升了50元 如果没有一些维稳的资金 作为一个这么大型的部署 老老实实 市根本上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 去到2万8元的水平 我不管你高点低点 维稳的资金已经在部署 即是预示着市场就算跌 也未必会跌得太多 跟昨天一样 股市昨天的低位是28,326 相对1月29的低位28,259 技术上可能会有一个箱底 但这个箱底暂时不确认 我们要等什么呢 等到指数真的成功回到50天线楼上 而站稳在上面的话 那就初步确认 这个箱底可能已经出来了 目前来说 如果持货是轻的话 持形保态 没有相关 因为很多股份已经跌了很多 再在这个水平进行一个指示 似乎来说已经是太迟了 当然只有足够持货能耐最重要 至于你说好不好 轻轻加注买呢 我从来都没有太多意见 但如果你抱着一个心态 我早前高位卖了 来到这个低位 我去追求 老实说 你一有追求的心态 你自己就不会太过理性 最重要都是要看基本因素 我觉得下次的升浪如果再来的话 有些股份仍然是独领风骚的 包括港交所 包括腾讯 但未必会所有早前 升得多而跌下来的股份 都会同步上 很多都是投机性 所以大家都有理性 小小会抬起来的 大家 今天是3月10号 星期三 股市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不过当然 从基础上来看 股市好像是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 可是暂时来说 也不能太过肯定 因为可能明天10天线又未跌圈50天线 出现一个还是比较偏淡的信号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指指数先高开482点到29,255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直到目前为止大概三点后吧 指数今天来说最低是见过28,710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是倒跌63点 由于股市的成交不太多 变成来说就算是高开400多点 也不能够保持那个走势再往上走 反而我觉得从那个2月18号的高位 31,183点开始的回调 由于是一个中期的调整 一般来说一个中期的调整 不可能在一到两 两到三个星期就过去 最低限度要四个星期 也可能会有六个星期的反复消化的 毕竟从去年9月25号上升到今年的高位 2月18号其实来说 已经算上了23个星期 所以有一个心理准备 整个所谓的中期的调整 真的是需要四到六个星期 那这样看起来 三月份的股市 这个先高后低的走势 这可能暂时来说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刚才我也提到了 移动线方面其实来说 相对来说比较反复的 明天可能10天线已经跌全了50天线 变成来说整个股市 反复不明的走势会更明显 好了再看看 这个月暂时来说还是从三号的高位 两万九千九百一十二点回调到九号的低位 就是昨天的低位两万八千三百二十六点 说真的这个月的幅度有一千五百八十六点 这个幅度不算是怎么样大的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再往下多一点点也说不定 不过我不会预期股市会怎么样大幅度的下调 变成来说最快的时间就算是不过去的话 我觉得也不会相差太远的了 好了经过这个所谓中期的调整 我们知道下一波股市会怎么走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地方 说真的整个声浪的起步点最低的是 去年三月十九号的两万一千一百三十九点 到今年二十八号的高位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三点 算起来总的声浪有一万零四十四点 要是说出现一个两千八百五十七点的回调也很正常的 相对那个升幅来说就是大概二十五个百千而已 所以整个股市还是游市 所以有一部分人担心股市会不会出现一个熊市 暂时来说我觉得数据方面不太支持这一点的 就算是恒指已经跌圈十天二十跟五十天前 也不代表股市是进入一个熊市 这是代表股市经过一个大幅度上升之后 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调而已 从股份的走势来看 也看到这一点 像昨天的那个腾信 从六百一十三块钱 一个反弹到六百六十多块钱 显示资金还是比较关注一些新经济相关的股份的 未来一段时间 要是股市能够发展新一波的中期升浪的话 我觉得新经济的股份当然是会做好 可是可能不会像上一次那样大幅度上去 可是旧经济的股份可能会同步的了 那等于说新经济股份要是走三步的话 旧经济股份起码要走一步的了 未来一段时间 由于国家的基建要启动 所以水泥的板块 大家可以做一个中线的布局 尤其是1313白人水泥跟914安徽海螺 买一点点放在一边 作为一个中线布局 问题应该不大的 好了 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